一道菜的经验 颜色美到不能吃 一粒果的诱人 甜不甜 嗯嗯嗯嗯 这真甜 一杯酒的陶醉 香味又非常足 这到嘴里我就嗯嗯 就一眼点 好生态孕育好产品 好产品带来好效益 能增加30%到40% 确保每亩地万元产出这一块 这是什么问题 敬请关注本期生财有刀 我看心情也开阔了 我们现在是在那个 长白山的渔脉龙岗 山的这个山脚下 我们跟着这个渔师傅 要到这个山上 东北的大森林里 找宝贝 等等我渔师傅 好 山里有宝贝并不稀奇 何况是在东北的大山里 可渔师傅说 他们这里的宝贝 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是真的吗 这里是吉林省通话市的柳河县 地处长白山龙岗山脉的柳河 是一个七山半水二分田 半分道路和庄园的秀美山区县 这里有各种野生动植物资源 七百多种 可我们要找的是什么呢 来到东北 只要一进山 当地的师傅们 总有源源不断的家乡宝贝 要给你介绍 这是要老牛杆 它也是一种菌类的东西 对 菌类 这也是一种中药材 是中药材 中药材 这叫苏丁 现在苏丁上最流行 叫这个手串 不所以不辣 就是说它这里有油脂 就这一个苏沙子 也得来几百年了 对对对 没有几百年 它烂不熟 奇怪的是 一路在山林里穿行 我们却并没有上山 直到耳边响起了这样的声音 我今到河边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的母亲河 哈尼河 这就是需要咱们找宝 这个宝贝就在在河里 这个季节 河里会有什么呢 什么宝贝啊 我这边没看到 这个宝贝 不是随随随随地都可以看了 只有带水流穿急的地方 才能够生活 太咱们的运气了 也可能找了很多 也可能一个找不到 这个长辈长辈 就我们这个地方最多的 啊 居然是如此没有把握的寻找 此时 跟我们一起进山的两位师傅 已经换好水靴 下到河里 他们会有收获吗 有吗 石头缝里有 他讲的石头缝里 一摸就摸得到 知道了找宝贝的秘诀 寒冬和于大哥踩着石头 也开始忙活起来 在这么多经验丰富的前辈面前 寒冬居然先有了发现 水太凉了 看见没 他想往沙子里钻 你不能就乖他 你现在就抓着他 是这个吗 不是 这是什么 这叫狗虾 狗虾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那我把它放了吗 放了放了 哎呀 别让我高兴了 好不容易发现的活物 却并不是我们要找的宝贝 我们到底要在这河水里找什么呢 快快快快 这就是我们河里的一个宝贝之一 林蛙 我以为林蛙是在树林里 夏天在林子里生长 完了冬季上河里跃动 这样呢 冬眠 我还真的第一次在水里边把它逮到 我们家是天里 这里都生长了大量的昆蟲 所以这样的蛤蟆 采油率是最高的 也是油脂最好的 品质最好 品质最好 东北林蛙 被认为是蛙类中经济价值最高的一种 这样的宝贝 居然不是我们此行的最主要目标 快过来 啊 我看到了 快 在这了 快快 这儿呢 对 对对 我看到了 这儿 这儿 快快快快 他装死 他装死 快给我看 他家人吗 没事的 这个是这 绝对是小龙虾 对吧 这不是这样龙虾 这个叫蜡蛊 他不是小龙虾吗 这不觉得一模一样 不是 我们这种蜡蛊 生存条件极为苛刻 只有在一点没收 硬核乌眼的环境下 才能够生存 能在这个地区抓到蜡蛊 就说我们这个环境非常好 我们这个水子 可以达到国家一一一一用水子 蜡蛊 看上去跟小龙虾非常相像 但却并不是一种东西 蜡蛊 也叫东北黑熬虾 不同于活体小龙虾偏红色 活体蜡蛊是青褐色 蜡蛊为冷水气息生物 生活在水质清澈 无污染的河流小溪等石头多的水域 对农药及化学品敏感 轻微污染便会造成它的死亡 这来之不易的宝贝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好戏要登场了 这是咱们逮的那个 是吧 对 这个你要给我做一个什么东西 咱们农家的特色菜 蜡蛊豆腐 我一听这名诺就觉得好吃 炖的 炖豆腐 豆腐来 这个蜡蛊豆腐就是一种菜 里边没有豆腐 没有豆腐 用蜡蛊能做出豆腐来 用蜡蛊能做出豆腐 首先把这个壳去掉 肉质的感觉好嫩 感觉好像是那种 最虾的那种肉质感 是吧 最虾最蟹的那种肉质感 是 满盘去掉头胸甲的蜡蛊 依然张牙舞爪 丝毫看不出豆腐的影子 蜡蛊豆腐到底应何得名呢 就直接这样来切 对 这个壳不去掉 壳硬 都对了再过滤 还要再过滤 这时候我想起了一个 小时候听的像 吃这道大菜那费劲了 切了片 切了片 还有山东话说的 还有口音 因为蜡蛊可硬 先切后舵 还免不了动用绞肉机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变成这样 辛苦你了 我看多了 然后是要过滤 过滤 哇 这个中国的饮食太神奇了 我觉得 好了 这个就有点像做豆腐的样子了 是不是需要什么卤水啊 什么东西来点一下 这个不需要 不需要 那你怎么会把它变成豆腐的 一会儿见奇迹 好 在百分之百的蜡蛊汁里打入鸡蛋 据说这样做更容易成形 此时 宋大厨所说的奇迹 终于要上演了 把调好的蜡蛊汁 顺时针 慢慢倒入烧开的锅中 几乎是同时 蜡蛊汁就变成了豆腐脑的形状 一团一团在水中翻腾 此时 马上调味出锅 倒入撒了韭菜末的碗里 橘色与翠绿的搭配 让整道菜大放异彩 我们先尝尝 因为它做的这个太美了 这道菜贵吗 还可以 还可以 这一份是多少钱呢 这一份是在一百左右 它是怎么论呢 它是论金 一心在一百左右 一百左右 那还可以 你们一吃啊 我得好好尝尝 这个太漂亮了 你知道吗 太吸引人了 太好吃了 这个 本来就好吃了 它那个好吃的让你难以想象 在我们家的 你要低迷不来的话 你很难尝这样的美食 是吧 我真是来着了 就是它那个美味 就不是用豆腐来享用 虽然它这个名字叫的 好像是很平淡无奇的 跟豆腐不是一回事 它的那种鲜美的味道 又不像海鲜 其实也不像河鲜 你就是觉得鲜 很好吃 真的好吃 哇 这个太棒了 这个 多吃啊 多吃 贴心的宋大厨 还特意准备了 另一道东北特色美食 红焖林蛙 锅中放入猪油 把葱 姜 辣椒等 一起入锅炒制 倒入酱油 调味加水 把处理好的林蛙 完整地放入锅中 保持形状 焖烧即可 来 尝尝这种鲜花 好 再尝尝这种美味 哇 这个我有点那个 我从哪 不知道从哪下嘴 你不过失败一下行不行 嘴对嘴 嘴对嘴 这样 这样 真的啊 一张各肚里头 各嘴里头 去慢慢地平 嗯 我们这个 如果这明天吃 那个最正常的吃饭 就是 吐出是两个大肚 所以把这个 包括那一蛋啊 小骨头全都吃掉 是吗 我这不正常 我把小骨头吐了出来 但是很好吃 就是它这是 鸿焖的 其实有酱香浓郁 我作为一个山东人 其实我很容易接受这种味道 咱们北方好像大部分 怎么接受啊 都可以接受 对 好吃 那鲫娃卖的贵吗 正常就是 我们做出来是按支嘛 按支 我以为是论亲的 一支大约多少钱呢 一支大约在十多个年 只有生态好了 才有这样的这个 掺这个什么 才有这样的产出 对 东北鲫娃 是集药用食补和美容功能 于一体的 珍稀两栖类动物 随着半人工饲养 鲫娃的发展 柳和当地鲫娃的数量 有了明显提升 鸿焖鲫娃成了销量最高的招牌菜 那鲫娃这个菜 卖的怎么样 很好 每天都有 就是外来的朋友什么的 到门 专门来吃 是牧民过来 对 那每天能销售多少 我们 都一样 一般那时候 平均就是一二百只 那还不错 都挺好的 你觉得这两道菜 能够给你店里 额外增加多少的收入 能增加 30%到40%的收入 这么多 这两道菜 马老板的小店不大 但一年的收入 却能接近20万元 现在 整个柳和县 农家乐饭庄 有70多家 平均年收入 都在10万元以上 见识了凉水盒子镇的宝贝 我们马上赶往红石镇 据说 那里也有宝贝 哇哦 你知道吗 我到了这个五花山的深处 没想到看到的是这样的场面 真的可以用震撼来形容 你可能想不到说 看到苹果有什么好震撼的 不一样 全部都是苹果糕 哇哦 而且还有那样浓浓的香味 男女老少全在忙活 苹果干在这里 居然成了一道 别致的风景线 苹果干晒来干嘛用的 这是初步加工 然后晒干以后呢 我还加工成苹果酒 哦 这个可以做酒的 对啊 还是你要如果从原地做苹果酒呢 那个做出苹果酒的味道不是很好 哦 需要 必须要晒干一下 对 因为发酵以后 都能够当苹果酒 味道非常好 这个工艺吧 我自己长得非常完美的一种工艺 做出就有白酒的尽头 苹果的香味 还有洋酒的味道 特别 老板真会说 房立军 柳和建苹果种植大户 说起自己的苹果 小房分外得意 我们是采摘园嘛 采摘一斤苹果是五块 嗯 那么一斤三斤苹果呢 十五 十五吧 那我一四两苹果 可以做一斤苹果酒 哦 那一斤苹果酒的 其实就是 就是价格呢 在三十到五十元 这这长得不长好多倍了 对对对 太棒了 看 因为咱们 我觉得咱中国的就是 苹果这个水果这个加工啊 比较之后 我觉得这个开发这个水果的这个加工啊 挺好挺好 对 为了保证苹果酒的口感一定是用新鲜采摘后自然风干的苹果干 它自然风干的苹果干吧 嗯 它加工时的苹果酒的味道是最正的 嗯 如果你要说就是机械烘干机吧 嗯 它做出那个苹果酒 相反的口感 照比这个自然凉采的 嗯 它差很多 对 嗯 这是好苹果对吧 对 我要跟各位解释一下 看上去色泽不是很好 那是因为苹果氧化的非常快 对对 应该是你切完了 接着就拿过来把它摆上 对对对 现在还没有到小房加工苹果酒的时间 所以它领我们上山看看它的宝贝苹果 这好多哎 你这个有多少亩呀 你这个青瓜 一共是240亩 是吗 嗯 我们是那个用蜈蚣害那种生 哦 我说的 对 不打农药的 我能能动手了吗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你给我讲一下 是摘什么样子的 这个就可以 我看 啊 清晨一提 啊 这个呢 可以 哎 哎呀 你你知不知道这种摘苹果的那种感受 特别是像我 我是这等于是来摘别人的劳动成果 觉得特享受 像我来采摘的那个游客啊 嗯 特别兴奋 是啊 我就觉得来采摘肯定就都是我这种感觉 对 它感觉都是花火山一样 对 你看尝尝味道怎么样 嗯 怎么样 甜不甜 嗯 糖分特别足 对对对 这果真的还很甜 然后是是所有都这样的吗 它这个我这个有一点面面面的那种感觉 它这种果呢 是就是绵绵的口感 嗯 很脆 然后绝对口感 应该是大的苹果的个头 小苹果的味道 对 是非常甜 而且很甜 天中带梳儿那种 对对对 柳河昼夜温差大 有利于苹果糖分的积累 天然的原生太腐之土 含有丰富的锡元素 再加上引种的是新疆的优良品种玫瑰红 所以小房这里的苹果营养丰富 口感好 广受欢迎 妈妈 这个好 这个好 真好 我第一次来苹果 第一次来苹果 嗯 感觉真好 感觉真好 特别好吃 夏季 我感觉好像跟那个 有一二三的苹果 嗯嗯嗯 这真甜 这真甜 好好吃 小房的苹果园2003年开业 2010年开始对外采摘 每年30万斤的产量 70%供游客采摘 采摘能带来的效益已过百万 但游客采摘只是小房增加收益的一个点子 它还有更与众不同的 苹果掉地下以后啊 这个 这个野菜是你种的 对 我自己种的 啊 它有很多好处 嗯 第一次来当野菜吃 嗯 而且呢 还可以当药材用 嗯 清日解毒嘛 你会卖吗 会采出去去卖的吗 会 啊 那你这个产的这个蒲公英有多少呀 嗯 一年有几千斤吧 几千斤 能够卖多少钱 嗯 卖五六万钱 那可以啊 你等于是本来这个地上是其实是没有用的一部分嘛 对吧 对 它是额外多出来的一个收入 对对对 我刚才听你说这个还防止苹果掉下来 对 防止苹果摔瘡啊 嗯 可以非常好的一个综合的效益 对 这个挺好 这个挺好的 从生态中要效益 多渠道扩财路 十年的时间 小房从单纯销售苹果年收入三十万元 到如今收入已经超过一百七十多万元 采摘 批发和苹果酒加工 让它的事业红红火火 与这片红色摇香辉映的 是另一种色彩当道 国家葡萄加工技术研发分中心就设在柳河 可想而知葡萄也是这里的宝贝 到了这里 怎能不见识一下远近闻名的通化葡萄酒 哇 是 进来能感觉到凉凉 这个多少度 我们可以查一下 这个平均度在零上二度 零上二度 对 那其实挺低的 对 你可以查一下 感受一下 就是这个色彩真漂亮 酒我们可以平酒可以分三步 首先是看 用眼睛看 然后第二步是用鼻子闻 第三步是嘴去尝 好 首先是 先看一下 酒杯平前四十五度 然后看 观色 观色 然后垂直 可以垂直看 不要马上放杯 所以可以分三天平静的 观色 观色 现在它比较突突的 比较解写的一些香气 比较明显的一些香气 首先是 然后再去换一下 轻轻换一下 然后再去 好 太少了 触摸不到 然后太多了 转不开 酒转不开 酒要在口腔里面转开 好 那你示范一下 对 要喝多少 可以三分之二 对你口语有多大 三分之二 可以 好 喝嘴里 喝嘴里要马上液 好 停留 稍微停留 让它那酒 整个里面的液体 充满这个口腔 甜酒 甜酒一般都比较圆 嗯 或者比较圆 我刚才就一直在想笑 我就像那个 被魔术师骗了的一样 到最后 你说不要咽下去 我那时候已经惊呆了 因为我也 太好喝了 就记住口 就是我作为一个外行 来去品这个酒 就是它很甜 首先容易接受 对吧 然后那种香味又非常足 追到嘴里 我就嗯 就会咽着 咽下去 然后再去回味 回味它那个 就是那个香味的 鱼味 鱼味 鱼味有长的 一般比较好一点 一般的酒 回味 回味特别长 很少有人能够直接到这个冷库里来品尝到如此地道的这个冰酒 对吧 对对对 这可以说是编酒的一个 编酒甜酒的一个酒窖 对对对 属于编酒甜酒的一个酒窖 这家 就是专属的酒窖就是这个样子的 是吧 柳河处于长白山余脉 在山区到平原的过渡半山区 非常适合葡萄的种植 一来必须是这个生态型 第二呢 要远离这个基本农田 防止这个这个交叉干眼 农药的交叉干眼这一块 再一个时候你加强我们的过程控制 标准化种植 现在产品出口日本 这一块因为我们是年年年年年在走 那不错 那从这个其实是能够侧面的证明你这个葡萄种的好 因为要出口的话 它对这个的检测还是挺严格的 柳河的甜酒主要有丸彩甜酒和冰酒两种 冰酒是用在葡萄树上自然冰冻的葡萄酿造的葡萄酒 在树枝上挂着 完成一个在自然条件下 完成一个风吹日晒冰冻 通过这样的一些一些物理的措施 把多余的水分吸出 剩下的它就是它的糖吞 它的相对成本比较高 但是呢 它的相对产出也比较高 全项投入 每亩地大约是2700块钱 是每亩地 如果讲产出的话 后来每亩地五六千块钱应该是没问题的 这是正常 这是正常 那这变成9以后呢 如果把它转化成9的话 它应该确保每亩地万元产出这一块 这是没问题的 种植山葡萄相比种植普通农作物 当地农户每亩地的收入可以增加两倍 达到三四千元 如今整个柳河的葡萄种植面积达到三万亩 成片的葡萄种植园点缀了美丽的柳河 说起现在柳河的生态环境 当地人最有发言权 这大自然的疯狂不好 没有那个什么乌眼 就是你现在你看那山的野鸡啊 在那飞的野牙子 野兔多了 野猪也多了 狐猎也有了 河里河鱼也多了 我家亲近前两年 过来上这边 过来看我 我的叔叔呀 我的父亲 过来 过来他软业 在这太好了 就适合养老一局 然后我们都想在这买个房 我们县里在二零一零年 在全省率先开展了生态建设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 我们一共轻收回林地 继三十七万亩 私施停征还林二十五万亩 很多百姓里开启了农家乐 有的百姓里办起了采摘源 不管是利用当地特色食材 经营农家乐 还是种植复析苹果 做葡萄酒 正是柳河的好生态 孕育出这些好产品 而好产品 给了当地老百姓 实实在在的收益 和更加美好的生活 东北这个地方呢 挺有意思的 你走着走着抬头一看 二道沟 再走着走着一看 七道沟 这个当然是一个地名了 但是也能反映出 他们的这个地貌 你看远处就是美丽的五花山 但是你走进沟里 确实别有洞天 有可能是一片万亩的葡萄园 也可能是美丽的苹果林 这个当然是当地的人 通过辛勤的劳动 营造出来的生态的环境 但是这样美丽的生态环境 其实也真真切切的回馈他们的财富 正是这种相辅相成的方式 才营造出了美丽的柳河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我是寒冬 咱们下个节目